今天的课程是转拔器材霓虹灯 各位来找一下 你们的板子上有这一个零件 在 两个按钮中间有一个白色的 小正方形 白色的小正方形 它上面 有没有什么线索 有看到RGB LED 三个字吗 RGB LED 六个英文字 然后下面还有一排写D9到D11 来猜猜看这是什么意思 RGB呢是三原色的LED RGB的意思呢就是R是红色Red G是Green B是Blue RGB LED就是各位熟知的灯 低温的发光二极体 平常你都看得到很多的LED 在你的手机上面那个指示灯啊 或者家里的电源 电器的电源指示灯 那个都是属于LED 那只是说这一颗 它有三原色在上面 那各位四年级就学过RGB 三原色对不对 那三原色可以 组合出 这个全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光线的颜色对不对 所以它叫做RGB LED 这个D9 到D11是什么意思 对它是角位 就是你的 控制的角位 控制的角位 那9到11就是有9011 三个角位可以用 所以你拆拆看 这个应该也不太需要拆 你看三个颜色 三条控制线 那刚好就是一一对应 一一对应 至于哪一只角控制哪一个颜色 那我们 待会 可以用测试的 也可以去 积木里面寻找蛛丝马基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玩这一颗LED